来 米拿羊了 来 野青回 回来了 回来了 艾克 艾克走中 其实我觉得艾克对于这个新门门来说 我觉得是个大削弱 因为他作为打野位本身就要比中单位要强 因为那个红门回程这个装备 真的太适合艾克了 现在大打野刀删了 艾克就几乎是不能打野了 而且你上班去控完合成 这个赛的位置啊 然后了 想要抓 这波有机会 但是直接闪现爆 闪现爆 感觉石英哥 这个位置差一点点伤害啊 没有人能补了 这也是西威尔这个英雄情侣的局限性嘛 就是跟AD可能有点慢了 但是牛头没交闪 因为你这时候肯定是抓不了牛头的 你只能去抓 就是 哦 这把是换了 对 换了命 对 又上来 反正自己被击飞了 交点燃 想要反打 有危险 牛是有闪的 后续一点点 来一点点差一点点伤害 这里西威尔已经没有蓝量了 但是雷克赛又来了 你这波 牛是有闪的 但是你两个人这个血量都有点危险 过来要挖吧 但是 哇 过来 打断回程 WQ连起来 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卖 银血先拿到 但这个位置挖过来 只要挖牛 挖牛的上去是不够的 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这个雷克赛来走 不然的话感觉 过来直接把西洋越了 三个人把西洋越完之后 姿态这里是交踢批上来的 踢批上来是越了的 也没必要 看上路什么情况 上路 踢塔 西洋刚踢过来 但踢完之后 艾克这个位置 艾克也是直接踢兵 踢这个炮车 炮车线 那确实是这波 越塔的难度就比较低了 那就不跟你讲道理了呀 就撞上来 就猛死了 下路这里 二位二是完成一波击杀 然后 米特想去点 但是差得没点点伤害 不过这时候 马上我已经来了 后续能换到 但是没能换掉 有点可惜 还好是这个 回血回上来了 看艾克要不回家 补一波装备 这里五级打七级 直接先睡到 一来要睡到之后 姿态这里跟上一道伤害 直接秒了 伤害好高 但现在艾克好像 没有什么蓝量了 艾反野被反野了呀 有点难受 中野都是绑定的 抱上来 这一套 全皮打得很好 配合这个 肥仔两个人 至少是先杀了个牛头 你看他刚刚 是直接来反打西威尔 其实如果莉莉亚不来的话 这波二位二应该是 应该是能打 对 QE大获全胜的 这情况下 你这个下午清风是生不了的 配合牛 又过来 要去找 这个VQE的麻烦 伤害是有闪现的 二连起来 会被秒吗 这个位置交闪 有点极限 但是跟闪现之后 后面雷克赛做一波掩护 一发Q没中 又放了个立场 掩护一下自己 这波的QE也缺 相过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不过这边谁是要TP了 杨莉亚打 过来先破顿 破顿顿之后 交闪先走开 但是这个位置睡到了 睡到之后 马达赛这个位置很危险 马达赛被杀掉了 后续 赛直接给他招突进死 但是卢仙身将吸体扫射 被挡住了 一发QE能 穿刺是直接收掉了 这边的人头 收完这个人头之后 打了波一换二 后续队友是没有跟上 卢仙那个伤害 过来这个位置 去抓青毛 青毛没闪 应该是有点难走 这只是人头归属的问题 卢老师收掉这个人头 那这个龙也是要收入囊中了 这帮中单阵王的话 这个龙应该是可以 稳稳地拿下来了 二十多秒的时间 最后一根肚层 还是想吃掉 但乌克托不给这个机会 但马达赛跟我已经绕过来了 这波还想再越 没有双招在塔下 这波是要死的 后面交TP 但是鱷鱼TP的位置有点尴尬 这个位置已经来不及了 塔下先杀掉以后 几个人就要走 鱷鱼TP下来以后 发现 这队友已经 人死塔灭 这鱷鱼TP的眼有点太远了 而且这个位置了 还会来拦截你 这边不让你走 但后续羊还没有撞出来 人就已经被留下了 他是想帮队友包一下 把人留下来 但是用投机位置 跟艾克 还有点想法 两个小种子 但这个位置已经死了 这俩一直Poke 感觉把这边 鱷鱼TP都Poke惨了 跟上来 秦娃这个位置上来之后 就是把自己 送入虎口 秦娃应该要走了 因为队友就不在边上 跟上来 还要再去杀吗 香锅这个位置很危险 香锅这个位置烧掉 烧掉以后 艾克一个大招回到过去 但是还是被绑住了 神圆皮 这个大招放得非常好 又是一个WK捆绑住 威克 这个位置有闪现 闪现还差一点点 一点点时间的闪现 但能追吗 威克多 有点跟不上了 那还是走了 闪现好了 赶紧闪 然后点个Block 走 一点都不省闪 利用自己的异技能 去做Poke做Poke 但是打到现在这个位置 就直接 就这个位置 如果想走 还是能走的 还在回头 因为他知道 就是卢仙已经 从家里赶过来了 觉得能打 就这时候走了就走了 我觉得还是力量没有大 没有大招的话 就少过控制 这时候想的Latmin在身后 然后我AD 卢仙现在也在 但是Latmin是没大招的 其实姿态可以不用在正面战场 这个位置烟了 要睡到了 开大招 卢仙身上系列 瞄着血皮 血皮 杀之后 姿态一个大招 回到过去 但是这个位置 金蛙的开头 看到两个人还不错 但后续这边MIT 又想滑不过来 但身上一直被这个 这个大招笼罩着 有点可惜 这个点燃能烫死吗 点燃差了一点点 八滴血 八滴血 好家伙 但这个一技能 但这个姿态又来了 姿态又是一个滑不过来 但是这时候西洋 一技能跟过来 W今天这拍晕 姿态还是有闪的 交闪 直接脱离开了危险范围 你又闪过来 对你跃塔的风险 有点太大了 你这个位置 而且你递过来之后 你下一段意义就没有了 不过这个位置 哇 连赛被逮到了 连赛先逮一套 但自己已经是个 半血的状态了 卢仙身上系列 这边被军运皮 爆到了军运皮 这个位置 也逼掉了卢仙的闪现 那额约经常进场 闪现拍 但别人要睡到了 自己的拍 没有拍下来 有点可惜 再被撞一头 后续艾克 就已经完成了一个首歌 还是艾克这个点 他火箭腰带 跟这个 五腰都有了 暴雨一个有缘人 但一拍完之后 下半区的开团 就上面 是在咬人 下半区姿态这里 就是吹放火箭腰带 然后直接 找你双C位置 姿态一个人给位置太大了 大叔这个位置 大招想要劝退 飞嘴已经被杀掉 还是死了 二十分钟 带着大龙buff上高地了 这 好像 有机会一波吗 这边西威尔复活 还要十多秒 这边带着大龙buff 他身上没有龙魂 看能不能一波不能的话 其实可以回去 打这个水龙的 看要不要稳一手 艾克就上了 全体再打一套 伤害有点高姿态 大招回到过去 仰莱二段又撞到 但是后续的上 现在给 我一头撞到两个人 还不错 这边牛头又想配上伤害 这边 他也直接被秒 然后他以后中单 也没有办法 这个威尔央硬生倒地 这样的话 感觉真的有机会 现在命在疯狂的 艾德雅塔 莉莉雅一个人在前面 看了个机身 队友在水泉堵住 让这个卢西安独自拆塔 那这样子的话 金尔应该可以2比0 战胜QE了 23分钟 让我们恭喜金尔 如果有一天 我会退役 但我永远不会放弃 看一下本场的MVP 是给到了麻辣香锅 莉莉雅 版本答案吗 就 董老师丽莉雅 这两把 其实发挥了 很优秀的作用 包括他的空图 然后包括团战的 那些开团 哈喽哈喽 姿泰你好 哈喽 姿泰 我们先有个问题 就是 赢了比赛 开不开心 这种问题 就不需要问了 就是看你第二场 那个艾克 因为你是很晚很晚 才学的大招 还是显示的问题 对 我一直没学大的 这是什么新的打法套路吗 还说你只是没有机会 去用大招而已 呃 就是因为不学大招 他那个影子就不会出现嘛 就会给别人错觉 我没大 对 但是这边 给的压力太小了 我就一直没机会学大招 所以就真的像我说的那样子 对 等到了十一集 就不给你看影子 然后 这两场 对现在表现 打得一直都很好嘛 然后 像 就是很多观众也说 就观众说说 感觉你们训练赛的时候 对吧 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好 但比赛的时候 就开始重拳出局 所以训练赛的时候 有藏一些东西吗 呃 没有 我们训练赛到现在 一场都还没赢过 啊 我当时29号看你们晚上 好像稍微赢了一场 大家这个士气 也稍微回来了一点点 那你觉得 为什么训练赛跟比赛 感觉就差距有点大 呃 因为训练赛的时候 对手是职业队 呃 约的是职业队 确实别人是职业队 就队现的强度不太一样吧 那姿态有没有 就展望一下 就是你们 对后面的比赛 有没有什么信心 就是你期待拿的成绩 呃 就 就加油吧 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 打过来就行了 嗯 那相信后面一定是 准备了更多的 这个运营手法 跟这个英雄 那我们再次的恭喜你们啊 在成功第一场里面是胜出了 也希望你们后期的比赛可以 打得越来越好 好吗 谢谢 好谢谢 也祝两位儿孙满堂 好 娘 案 娘 娘 娘